金融市长林若昌8月11号再次召开疫情记者会 因为新增两起确诊病例 其中案15919是一位50多岁的清洁人员 因为台北市百货公司贵解确诊案在8月4号被匡列 8月9号要解除隔离师检测确诊 金融市这方面也公布相关疫调主机 提醒市民注意 案15920则是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 因为涨骨刺不良于行 在7月4号到施打站打完疫苗后就未出门 没想到一个多月后 因为要入住安养机构到医院检测却发现染疫 金融市这方面已经匡列他的市民家人 并进行PCR检测追查感染源 金融的两个个案 其中一个是早就8月4号就已经狂烈 所以他也不是新增的一个案例 另外那一位长者因为都在家里面 所以比较可能的是他的家人传染给他的 那他的家人在外县市也有工作的职场的环境 那目前了解起来是职场的环境 初步疫调是没有确诊者 但是他这个感染源一定是从外面回来家里面的 那所以那部分还要进一步厘清 所以我们刚刚在讲说做了PCR跟血清的一个检测 才知道说他四个家人里面 有没有其中是哪一个 他是可能的一个感染源 然后才有办法做进一步的一个追查 刘测强调基隆很早就零确诊 也持续一段时间 显示社区是干净的 不过因为身处大台北生活圈与双北互动密切 最近感染者与疫情初期一样几乎都与双北有关 因此也再次呼吁大家 即使打过疫苗也要持续做好个人防疫工作 才能有效防堵病毒侵袭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